眼前这个机器人不慌不忙的从胚胎系内取出一枚女性胚胎 然后放进特殊的容器里 几件胚胎正在慢慢长大 24小时过后 机器人把一个成型的人类婴儿在容器里爆出 一个崭新的生命就起诞生 随着时间一天又一天的过去 小女孩苏菲在机器人母亲的照顾上慢慢长大 在其期间她随会了各种科学积息 这天晚上苏菲正趴在电视机前看老吴说电影 突然间整个基地的电力系统出现故障 苏菲检查过后发现 有一只小老鼠竟然咬断了电缆 她拿来一个小瓶子将老鼠捕获 头一去看见其他动物 苏菲的内心十分激动 她认为这只老鼠肯定是从外面爬进来的 说不定外面的世界已经可以适合动物生存 但机器人母亲却认为 这只老鼠的身上带有病毒 她二话不说 便将老鼠摇进火炉烧成灰烬 老鼠虽然死了 但苏菲的内心却开始有所动摇 看着平板里讲述动物的纪录片 她陷入了晨曦 不尽怀疑机器人母亲所做的决定 是否正确 又是一天晚上 屋外传来奇怪的声音 苏菲拿着照明灯细处寻找 声音越靠越近 是否有什么东西在基地的大门外 她靠近一听 另一边竟然传来眼泪的声音 吸来想去的苏菲 最终还是决定放对方进来 但前提是 对方必须穿上防护服 就在她打开门的那一刻 基地内的警报被触发 机器人意识到大事不妙 立刻顺着声音赶来 那些老鼠 她不想那样被母亲扔进房发炉销毁 于是只能告诉对方想躲起来 过后再放她进来 很快 机器人赶到大门口 她责怪苏菲不应该乱来 苏菲表示 自己并没有出去 这才侥幸躲过一劫 等到机器人离开后 再将受伤的人类带进屋内 女人名叫安娜 她身上中枪 受了重伤 为了给安娜处理伤口 苏菲独自来到药房拿药 结果却不小心将药撒了一地 自己的手掌还被碎玻璃扎伤 与其同时 机器人母亲也发现了不对 大门的旁边 竟然有防护服的头罩 她拿着头罩 前往防发炉销毁 但不巧被躲在这里的安娜看见 安娜以为机器人是来袭击她的 等到苏菲拿药回来后 立马寄问了机器人的事情 和苏菲却告诉她 自己是被机器人抚养长大的 起话一出 安娜表示十分震惊 这个小女孩被一个机器人养育长大 机器人就是她的母亲 但接下来 机器人却发现女人苏菲不见了 于是她开始细处搜索 前机器上 安娜朝机器人开了枪 但并未伤到机器人 关键时刻 苏菲出面调解 这才使得双方冷静下来 事后 安娜被带到一屋室 进行紧急治疗 但其实的她 还是不愿意相信机器人 不得已 机器人只能把药物交给她 让她自己疗伤 但整个这么一折腾后 苏菲的内心彻底开始动摇 外面的世界 根本不像机器人所说的那样 充满病毒 相反的 甚至还有人类在外面活动 面对苏菲的记忆 机器人坚称 自己并不知道这一切 而她所要做的工作 就是延续人类的未来 她不会伤害安娜 反倒希望安娜可以留上来 事后 苏菲好奇的翻了翻安娜带来的包 里面一本画满人类画像的书 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她拿着书去找安娜 问了问外面的世界 可安娜却认定 这一切都是机器人的阴谋 她曾亲眼看见过机器人焚烧婴儿 甚至监疫扎人活活饿洗 现在她被困在基地里 怕是要永远都出不去 苏菲无法说服安娜 但她现在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苏菲只能叫来机器人查看 可安娜根本没有听从机器人的建议 为自己治疗 安娜又没办法相信机器人为她动手术 不得已 这场手术只能用苏菲来完成 机器人在一旁 体系击倒着手术步骤 苏菲一番操作过后 安娜体内的鸡蛋被取出 安娜成功被救活 但苏菲却吐了 经过这件事后 安娜的心态开始发生转变 她告诉苏菲 她曾经和好友们住在矿洞里 前不久外出密集 遭遇机器人的袭击 体内的鸡蛋就是机器人留下的 说着 便提议带着苏菲一起离开 就在其时 机器人母亲进来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她记得了苏菲 并且告诉她 安娜体内的鸡蛋 和一开始射到她的鸡蛋是一样的 而且机器人不用这种鸡蛋 这就说明 吸气安娜的有可能是人类 不是机器人 难道是安娜撒谎了吗 也就在同一天 机器人带苏菲来到了胚胎室 她用苏菲亲手挑选了一个 进行培育 女孩苏菲看了看众多胚胎 她一言决言挑了一个弟弟出来 然后把她放进培育室里 24小时过后 他们将得到一个完整的婴儿 事后 苏菲记问安娜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要对她撒谎 但安娜却并未全盘拖出 晚上 苏菲趁着机器人休眠气息 她偷偷找到 从安娜体内拿出的鸡蛋 和射到机器人身上的鸡蛋对比 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又在说明 是机器人母亲在撒谎 随后 她打开了胚胎系 发现了其他几个胚胎合体 她查了查以前的实验记录 发现有个女孩 长得不幸夭折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苏菲特意去了趟坟发戏 焚烧炉里眼泪的牙齐 让她感到十分震惊 吸来想去 她决定暂时相信安娜所说的一切 现在的基地离矿井 只有一天的路长 但苏菲的弟弟距离出生 还有久过多小时 她决定天恋过后 就带着弟弟离开 基于其他胚胎 就得等到安娜带人前来解救 经过一整晚的细想准备 昨天一早 苏菲来到生活区 找到许多奶粉 她向母亲谎称 自己想要喂养一下刚出生的弟弟 可机器人母亲 却趁其不备将苏菲囚禁 在苏菲想尽办法砸满的同时 机器人已经来到了安娜面前 原来机器人早就知道了 她和苏菲的谈话 如果苏菲跟安娜离开 那么她必将过上悲惨的后半生 而她也就无法算得上是一个 合格的机器人母亲 最终双方一言不合扭打在一起 苏菲这边也终于想尽办法 砸开了房门 并用打火机触发了基地的火警 面对突然出现了红色警报 机器人母亲不得不停手 可等她追出来找人后才发现 苏菲已经被带走 前击击撒 安娜用刀学习苏菲 强迫机器人母亲 打开了基地的大门 外面的世界虽然算不上有多么阳光灿烂 但也并不是充满病毒和垃圾 安娜跟苏菲讲述着外面的情况 六个月前 一群机器人和成片的玉米突然出现 在起机前 地球上的空气几乎不能呼吸 甚至地球的表面 已经慢慢有了急物的存在 随后 苏菲一路跟着安娜来到海边 一个破旧的集装箱 就是安娜的家 根本不存在什么 其他还活着的队友 到这一刻 苏菲开始无比的后悔 自己就不应该相信眼前这个坏女人 她必须回到基地内 就回自己的弟弟才行 随后穿过玉米地 苏菲一路跑到基地大门口 可等待着她的却是 成全的机器人大军 奇怪的是 这些机器人并没有为难苏菲 而是长长齐齐的 为苏菲开路送她进入基地 进到基地内 苏菲很快就听到了弟弟的哭声 她手拿斧头 全身紧不住的颤抖 到这里 她终于从机器人母亲口中了解了一切 原来 机器人想尽办法抚养她 就是想要培育新人类 以前的那些垃圾人类一点都不够完美 就算被毁灭了也毫无关系 听到这里 苏菲一袭到自己终究是错付了 她抱着弟弟想要逃离基地 但门外的机器人也已经准备破门而入 苏菲告诉机器人 自己已经有能力照顾弟弟长大 所以她培育新人类的使命已经完成 其话一出 机器人母亲终于被说服 她坐着苏菲的手 让她亲手了解了自己 门外的机器人也已经停止了攻击 一声枪响过后 机器人母亲倒地不起 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依靠的就只有弟弟 而安娜这边 她从包里找到一个追踪器 当她反应过来时 一个机器人已经出现在门口 随后 机器人默默关上了门 而画面又回到苏菲这边 她正温柔地抱着孩子 让孩子入睡 接着她来到胚胎室 看着其他胚胎 苏菲幸福想到了什么更加伟大的计划 故事到起 杂羊而起 这是一部 看起来比较费脑机的科幻大片 影片中 故事的背景格局 被设计得很大 不看到最后 无法理解导演想要表达什么 不难看出 安娜奇希就是苏菲的姐姐 她和苏菲一样 是被机器人抚养长大的 机器 奇希的她 已经吸去了童年的记忆 机器人最终不由使命 顺利培育出新人类 这也就照应了 本片名称中的母亲义奇 作为一部科幻类型的电影 本片算是非常合格 想看的小伙伴 一定不用错过哦 今天这部 机械母亲就说完了 喜欢这两个关注吧